我另外一個例子 剛好一個阿嬤 她相對是比較幸運 她其實就是晚餐當中跟家人在吃飯 大家都聊得很開心 聊到後面後來太太就發現說 好像阿嬤變得蠻安靜的 不太講話 眼神就有點怪怪的 大家看起來很累 然後她就跟她先生講說 阿嬤很累 你扶她去房間休息 但是阿嬤她坐的位置剛好後面是一堵牆 然後阿嬤就站起來 站起來要走的時候 她整個左邊 太太馬上責怪眼看了先生說 你怎麼讓媽媽去點個撞牆這樣子 然後就說趕快扶媽媽進去休息 不過還好她女兒比較精明一點 她女兒就看阿嬤走路 那怪怪這樣好像左邊有一點點美麗 她就跟她媽媽講說 不對 我覺得阿嬤怎麼怪怪的 怎麼人反應那麼差 怪怪的 是不是中風 所以那時候趕快送到醫院去國外 她真的她就是 幼腦中風 幼腦中風 所以導致她左邊視野視力 她視野接觸 她是相對稱的 她看不到 她忽略了 所以她會怎麼去撞牆 還好是三個小時之內到 我們就打血栓溶解劑 打完之後後來阿嬤就好很多 她手腳的力氣恢復得很好 視力後來也恢復得不錯 所以我想中風 我們現在在講說 我們就是中風四口訣 現在我們常常在推著叫 靈微不亂 靈就是臨時無力 尤其是一邊的無力 手腳一邊無力 或是嘴巴一邊無力 那再來微笑困難 笑你會發現 她笑的時候嘴巴會歪一邊 講話不清楚 講話不清楚 或是講話講不太出來 語言障礙 這個時候不要慌亂 這個時候要趕快 打19 打19趕快送到指定的醫院 不要自己用自己的車子載 就打19 這樣子的話可以 及早發現是 病人是不是中風 那你中風趕快治療 如果自己打我講不清楚 你已經講話這麼清楚 我現在那個時候 審某只會在哪兒 審某時都可以 審某時就這樣 審某時都可以 可能